然後變成四行 當然已經夠精簡了 主要目的是跟各位講 以後很多地方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去學習 怎麼樣把聚集精簡這件事情 當然你不精簡 其實寫出來程式也是可以run 只是說我個人習慣 我一看到這麼複雜的時候 一定要先把它精簡 不精簡我感覺整個就覺得怪怪的 另外註解需不需要寫 其實說這樣你不寫沒關係 可是你寫了之後 整個應該對你們也會比較有幫助吧 但是我已經看熟的人說真的我不加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是初學者你看不懂 我是強烈建議請你勤勞一點 這樣會幫助你學習VBA 以後的話相對比較沒問題 不然的話我發現很多人根本 很多程式記不起來所以常常犯錯 錯也不知道 因為你看不懂所以你會發生錯誤 大概是這樣喔 那接下來一樣的道理喔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今天喔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還有做哪些 除了增加那個年之外有沒有 然後我們還有增加區 那區的話其實 道理其實跟那個年的部分很像 它是直接在這邊插入一欄 不過其實這邊好像不用插入欄了有沒有 插入欄還有點多時局 直接就在區欄的地方 直接就開始做動作嘛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用insert 其實ok耶 有沒有 直接就是向下填滿就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把那件事完成的話 很簡單 直接怎麼樣 其實你直接拿剛剛的程式來改不就好了 所以底下的話 如果我要再插入區 然後再插入路街道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把上面這一段程式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直接貼到底下 再來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動作 直接拿來這邊 直接就如法炮製一下 所以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的話就是在 其實音色不用耶 這本來就空的 所以其實這一行喔 我覺得倒可以拿掉 有沒有 然後直接在這個叫g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g1 在g1的地方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區 所以把年改成區 然後公司的話呢 不是這一個嘛 那是哪一個 前面應該有了 我看一下前面我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可以自己再把它跑一下 比如這個地方 這邊掃 沒關係 區 然後公司的話就是什麼 插入一個mid 然後區 不過不對耶 這邊好像應該掃一欄 所以我這邊還是一樣把它插入一欄 不然等一下位置就不對 好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mid 然後區的話應該是這個公式 這個地址嘛 然後取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嘛 取幾個字 取三個字 然後中正區 好 那直接就拿這個公式 直接Ctrl-C取消一下 把它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剛剛這個地方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把它貼上 然後向下填滿 填滿的範圍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如果是D的話 一定要改成區 不然要跑到區那邊 好 這邊一樣 這個地方有沒有 只要是看到D欄的 記得通通把它改成區欄 好 這樣OK了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理論上能夠walk的話 不過你可能在執行的話 可能還是要把這個先刪除 那一樣 先讓它跑 那跑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F8 不過如果你假設 你說是這個剛剛跑過了 反正沒關係 這個OK了 然後再來 我習慣是把這個移過來 就是讓它可以看到 區欄 讓它可以看到 有了 這邊 然後輸入區 也沒錯 然後輸入公式 下降填滿 也OK 那有了嘛 所以你假如說 不用傻傻入字啦 OK 如果你在入字浪費時間 好 那最後的話就是什麼 入階道 所以入階道 其實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可以怎樣 這個註解就可以把它改一下 不過這個算了 如果你要再把它改一下 然後這三行對不對 一樣 把它直接 所以其實好像不用音色耶 音色好像有點多餘 然後貼 然後拿來改 那這邊的話 一樣就是輸入什麼 這邊輸入F1 不 應該H 對 這個H 所以H1 然後這個就入階道 公式的話 公式的話 哇公式很長耶 所以公式可能要不就 就是複習一下 這邊先改一下 反正把區域通通都改下去 然後這個公式 不然的話你們其實可以拿雲端白板上面 我們好像上個禮拜 應該也有把它貼到這上面 嗯 是不是這個 但是這個位置是不是錯 我看一下 這個F2 裡面的東西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G2才對 不然好像會出錯 那 這個我等一下 我看看 要不然你們就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這個應該是G2才對 因為我們是 剛剛有再插入一欄 所以應該是G 所以這個可能 這個把它改 那改完之後的話 其實就可以拿來貼到剛剛那個位置上去 這個 還是我再看一下哪邊可以 不然的話這邊可能全部都要用取代的 然後呢 再把它直接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這樣應該就OK了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看有沒有改 有漏掉 1 2 應該都OK啦 不過建議直接用取代好像比較沒有問題 那直接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直接Ctrl C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Ctrl V 貼到這個後面去就可以了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這裡可能要注意一個規則 因為你會發現 VPA裡面的雙引號 已經把它拿來當成文字的開頭跟文字的結束 如果說你將來 假設把剛剛那個公式貼過來的話 那剛剛這個公式裡面的話也有雙引號 那它會誤判 它看不懂 所以這到底是裡面的還是外面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把這一串貼上去 會馬上發生一個問題 貼上 你會發現 然後移開 它馬上會出現說 我看不懂耶 為什麼看不懂呢 它這邊有敘述錯誤 錯誤 它說你這邊有一個開頭 可是你這邊卻有一個結束 那結束後面呢 我沒辦法知道說後面是不是成對的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怎麼樣 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你要做區隔 那其實這邊有個規則可能要記一下 你必須把那個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取代成兩個 再貼過來 就不會有問題了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一個規則 可能要記一下 那為什麼要變兩個 因為要區隔 裡面跟外面的差別 所以喔 我是建議 教各位一個方式 後來我想到一個方法 可是這裡面雙引號一堆啊 那如果說我要一個一個改 很花時間啊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當你要貼上這一串公式的時候 請你打開記事本 記事本真的很好用 然後記事本裡面有個功能 很簡單 叫什麼 取代 你可以把一個雙引號 取代成兩個雙引號 取代完之後 再把這個公式 貼到剛剛那個位置去 這樣子 就沒問題了 OK 所以這個應該是比較簡單啦 不然的話 你說這麼多雙引號 你每個都要變兩個的話 有時候像我之前 我自己也會犯的錯 就是少改了幾個 你看不出來嘛 所以喔 這個方式應該是比較安全的 好 那做好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它 再把它Ctrl A 全選 然後再把它C 直接呢 就貼到我們的這個地方 OK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喔 我跟這個地方把它貼上 好 貼完 這個層次沒問題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就可以Run一下看看 不過可… 還是要F 不神奇 F嗎 對 對 所以C是做區 區是放在這裡 好 我 Ctrl Z 你說 剛剛這個地方 我把它恢復一下 好 那把它C C 這個比較… 直接來驗證比較快 所以這邊的話 貼上 對耶 所以這個應該是F 那我把它復原好了 OK 所以喔 一樣的道理 這個 這邊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多一個路接到 然後… OK 那一樣喔 所以同學不要細心 因為… 不對 這個應該F啦 OK 那一樣喔 就是貼到這邊來 然後編集取代 反正同樣的動作 一個變兩個 取代完之後 一樣Ctrl A C 然後把它放到 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 這個裡面 但是貼過來記得先取消 不然你切不到VBA 因為它游標還會陷在這裡面 好 那一樣喔 把這個地方先加兩個雙以後 然後把公式貼到這中間 只要沒有做錯 一次就成功 不過記得啦 這個可能要小心 因為… 移開如果沒錯 那恭喜你 OK了 如果沒有紅字啦 恭喜你表示你做對了 那剩下來的話 就是亂亂看 所以一樣啦 可能你要把它恢復成原來狀態 這個拿掉 黏拿掉 然後區跟路階道 這個都要拿掉 因為如果沒有拿掉的話呢 變成說它會多一籃 然後再來 那當然你如果比較保險 建議啦 按F8 不然的話跑太快了 一下跑完 你根本錯哪裡 你就不知道 OK然後再G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剛剛亂過了 然後我習慣是會把它縮小 稍微看一下 然後按F8 然後G 這個有了 然後再來就是 路階道 關鍵來了 有了 向下填滿 OK了 那恭喜 這應該沒問題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剩下來就是要小心 最容易出問題 就這個地方 那這一段如果你假設 你上個禮拜沒有記下來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拿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應該是第十一頁 稍微記一下這一段 其實就這一段 我剛剛是拿這一段來著用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擔心 將來要寫程式 可能要找個地方放一下 然後把這一段 貼到記事本裡面 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雙引號 再貼到那個地方就OK了 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 這個都是一些小細節 我剛剛寫完的程式 我剛剛跟雲端白板上面 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把它修正一下